4月23日下午 由美国华侨联合总会 美国联合总商会 中国湖南卫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中宣布社会主义价值核心官 宣传办公室等机构 联合承办的贺岁片老家 美国筹备处启动仪式 即湖南健康产业园 美国招商中心启动仪式 在天普市的美国建设总部正式开幕 深盖博士市长廖清禾 数码利诺前市长孙于金 美国华侨联合总会主席王铁夫 美国联合总商会执行主席孙英力 美国华侨联合总会副主席林军 好莱坞知名影视音乐制作人韩志明 以及南加州政界商界嘉宾 丽林开幕式 电影《老家》是2017年中国的新年色彩大片 影片以中华文化的典型图腾凤凰为第一主角 通过其返回祖国老家跌宕起伏 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 以凤凰回家为主线 谱写了一曲海外游子回归祖国的美好赞歌 美国华侨联合总会 以取得该片美国地区独家投资经营券 这部电影的主要镜头是在中国来完成 那现在通过我们在与好莱坞 我们那个合作呢 想把电影的后期制作放在美国来做 那也通过这部电影呢 也要把我们海外这种华人这种心声 和生活在海外这种失恋老家这种心情 也要把这个在电影里要体现出来 所以我们希望在美国在洛杉矶 有想在这部电影里做一些赞助 或者做一些参加一些演出 都可以来与我们联系 湖南健康产业园 是近年建成的中国第五大健康产业园区 目前该区正加紧筹划届市发力 美国华侨联合总会 作为湖南健康产业园 唯一美国地区本代理 将为美国境内各相关企业机构 进入园区投资置业 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与支持 我们美国华侨联合总会 美国联合总商会 对于这个健康产业园 是我们来承接国外 特别是在美国 所有的想到我们中国去投资 去给我们中国输入的高科技 我们是吸收这种国外的科技 银材 或者是我们想投资的 或者是想跟我们这个湖南省 健康产业园合作的 都可以来找我们美国联合总商会 来研究 所以我们联合总商会 是在美国承接这个项目的 海外投资招商中心 在启动仪式上 美国华侨联合总会 美国联合总商会 和美国旅游集团 共同为海南航空集团 长沙分部邓永总经理 带领的旅游访问考察团 举行了欢迎仪式 这是本台记者报道的 举行为总归 有使用